说真格的 有时候当我们看到了台股的大跌 或者是国际股市的重挫 会慌 慌了之后 莫名其妙的就把那些好股票给卖掉了 您觉得这样的方法是对的吗 有时候当大家很慌的时候 您反而要冷静想一想 就像从大哥说的 好股票跌时重值才是好买点 因此贯州请上来 也就是美股重挫台股大跌 接下来而后会崩盘吗 走熊市吗 五大股市泡沫指标 一二三四五 没有错 回到第一张 五张图表 每一个都是股市泡沫了吗 会破灭吗 找出答案了 今天谢谢贯州 这是我前线第二个大赌家 来看第一个了 美国十年纪过在殖利率 好我想我在两个礼拜前 就把这张图带过来 很少会同一张图用两次 就原因说大家很担心嘛 那我先讲 这个图来说的话 美国十年在殖利率已经升到1.75了 到底需不需要担心 我上次有讲过 它是一个跟景气同步的指标 但是涨太快股市会震荡 好 补充一下为什么 关照说它是一个景气的指标 因为殖利率的走高 代表的可能会升息 你以为央行总裁是笨蛋吗 当然是经济好的不得了 钱太多担心通膨才会升息 所以它是妈妈 才会生出生息的孩子 才有殖利率走高的孙子 你懂吧 对吧 没有错 好 我们现在解释一下图表 来看一下 红色的线就是美国十年 公债殖利率的走势图 来往前画一下 对 这边红色的线 那黄色的线就是 SMP500的一个走势 美股 好 一样我框起来的部分 就是它上升的段 上升的段 这够急的吧 上升的段 上升的段 请问一下 美国股市有大幅走空吗 没有 没有吧 对不对 现在在这个地方 没有 没有嘛 公债殖利率快速飙高红色的 快速走高的同时 速度很猛 美国股市黄色这一条 这边有回比较重 但是又重历史性 对 没有错 短线的震荡一定会有 但是长线有没有走空 没有 没有 结论来 所以上升的原因 我们要搞清楚 因为现在就是在一个极低利率的一个宽松环境 那各国政府刺激经济 那未来会怎么样 会使经济越来越好 越来越好 未来可能会出现过热 现在预期会引发通膨 那大家都担心 这是预期心理 对 预期心理嘛 还没发生 还没有发生 那所以呢 所以趋势还是往上走 所以这个美国时间级公债值利率 来请看喔 往麻烦灌中每一张图表 下面都来一个圈圈跟叉叉 圈圈不用担心 叉叉又担心喔 所以请问您这一张的结论是 圈圈不用担心 漂亮 第二个泡沫 好 第二个叫什么 叫做巴菲特指标 我们看它的公式 它就是台股的总市值除上GDP 它是衡量啊 你这个股市到底有没有涨得太过头了 因为呢 这个是主人经济 这个是狗狗 所以呢 如果狗狗没有涨得太超过 除以GDP还算合理 那就安全 对 没有错 现在是持续创新高嘛 可是我们现在 也的确在一个经济 要往上行的过程当中 所以我认为现在也是不用担心的 来 红色说一下 对 红色就是加权指数 那蓝色的部分就是 台股的总市值除上GDP的一个比值 好 讲一下蓝色这一条 我不懂为什么不用担心 因为现在还是一个往上的阶段 还是一个往上的阶段 还是一个往上的阶段 往上阶段代表什么 代表说总市值一路走高啊 但是GDP它也并没有一个 好像涨得太过的一个地方 未来还是一个经济成长的一个态势 它并没有往下弯嘛 所以我认为还是不用太过担心的位置 可是以前我在看巴菲特指标啊 不好意思我就明白问了 那个因为是巴菲特发明的嘛 所以巴菲特指标就说 当股市总市值除以GDP超过 两百 两百啊 对啊 我读到就是两百啊 超过两百是危险 现在不是在这个两百多了吗 对 没有错 但是你把台积电扣掉的话 剩一百七 是这样啊 对 因为台股现在就是一个 过度集中的一个情况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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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把台积电扣掉剩下一百七 对 就没有超过巴菲特的两百的紧张 对 我觉得还好 好 那你扣掉二三三零的台积电 台积电烂得不得了吗 不是 它是更好 它是很好耶 但是我们这个指标 你有时候不能这样子 单用这个字面上去看 要看它的内容 所以来结论 也是一个圈圈 我认为不用担心 两个圈圈咯 第三个泡沫指标 好 第三个叫什么呢 叫做席热本益比 它是说什么呢 它是说我用算这个美股盈余 我可能要评减一下 那我用过去十年的资讯 同时扣掉每年的殖利率的一个走势 换句话讲的话就是 应该评估股市是用这家公司 到底实际赚多少钱来评估 OK 所以颜色来说明 对 那红色我用道琼指数嘛 对不对 是创新高的一个部分 那蓝色的部分 就是目前的一个情况 标普席乐调整后的本益比 再讲一遍好不好 我刚刚这个没有听懂 就是每家公司 它的一个美股盈余 可以算出本益比对不对 但是这个美股盈余 我要把放在公债的那种无风险的利润 把它扣除掉 就是公司实际赚到的钱 我懂了啦 在席乐指标 我瑞涵公司现在赚十块 我的美股盈余 EPS赚十块 结果我的十块呢 有一部分不是本业 而是其他的业外投资 或在那边的收益可能是两块钱 十减二 我还有八块钱来自于本业 扎扎实时赚到的 就放在席乐本益比当中 对 没有错 是这个意思 所以这个是看出 我公司扎实的获利能力 对 那所以来继续戴下 这一块我认为 你就要稍微留意一下 怎么说 因为你看指数创新高 道琼 对 道琼创新高对不对 可是它的一个席乐本益比 并没有再去做持续过高 换句话讲的话 现在的一个盈余啊 它并不够去支撑这么高的股价 我懂了 我确认一下是不是这样了 道琼创始高 相对的就应该 企业的获利创始高 但是呢 习了本益比 标普企业的获利本益比 竟然获利的情况没有跟上 所以呢 股市涨得比公司获利能力 跟未来的业绩期待 还要来得太超过 对 没有错 换句话讲的话 这一段的往上涨啊 很大一部分是由资金所堆砌出来的 哎呀 结论啊 对 那这是要担心的 这密切目前的股市 的确是一个相对高是没有错的 过去十年的美股运营扣除掉殖利率的部分 就是公司实际上本身获利的一个数字 所以呢 公司的获利数字没跟上哦 这个糟糕 真的要打叉叉 叉叉是真的要担心 三个泡沫指标等到一个叉叉了 那第四个来 好 那VIS恐慌指数 就是美国的S&P500的一个VIS指数来讲的话 你看哦 最近的一个震荡对不对 可是VIS指数它是往下掉的 它并没有像过去新冠肺炎的时候 一下子放得非常大 换句话讲的话 最近大家担心什么 担心殖利率对不对 那我认为殖利率这件事情来讲的话 并不足以造成恐慌指数的大幅往上扬升 换句话讲的话 也没有所谓股市要在这个地方崩跌的可能性 所以红色是倒穷吗 对 所以如果倒穷现在来到了史高 大家如果很恐慌 觉得它快要崩跌了 恐慌指数应该要窜高 但是没有现在在滴水位 对 没有 对 那所以这个结论 所以安全的 安全 对 安全 那我问您哦 这个我再多问一点点 因为陈荣大哥刚刚讲了嘛 10年期的公债殖利率 现在在1.75% 超过1.5% 如果大笔资金 如果我有3亿 5亿 6亿的话 钱很多 说实在的我很怕风 像这个我已经赚已经可以很迷人了 我就会卖掉海外的布局 卖掉股市 去买10年期公债 因为它是无风险 几乎无风险 去买它价格就往上了 它会掉下来 这个论述您认同吗 我认同啊 但是哦 但是大家注意哦 最近的市场有没有震荡 有啊 有震荡对不对 当股价下来之后 这个1.75%会不会是还是这么吸引人 很难说哦 为什么 因为未来的经济往上 公司的盈余成长性 你要考虑进去吗 也就是呢 经济好 对 我任何公司 现在赚股息殖利率 赚大概2% 对 或者是你要2%跟1.75%差不多 所以买公司会有风险 我就去买 美国十年级公债 因为债息 还有1.75% 可是因为业绩越来越好 景气很好 我怎么赚股息殖利率 配给你的息 不是只有2% 我变成6%了 也许 因为我获利一直拉高 配的息越来越多 我6%的瑞韩公司股息殖利率 赢过了时间级的债息 1.75或2% 人家还是会买股票 没有错 你的言下之意 对 我懂了 所以这个呢 也是打圈圈 是 四个泡沫 有三个圈圈 一个超超 最后一个 好 股市集中度 我用这个台股的总市值 除上货币总数M2 讲的是 我们社会上有多少资金 他去买股票的比重有多少 好 刚刚讲过了 M2就是 我们国内境内 所有的货币总量 对 我们国内所有的货币总量 是100 去追逐股票 如果是98的钱 那很恐怖哦 大家都去炒股去了 是 所以呢 这是橘色 黄色这一条 对 然后再来 那蓝色的这个值 就是台股的总市值 目前台股的走势 49.5兆 对 没有错 那M2的部分 就是货币总数 是红色的要局限 我们把蓝色的49.5兆 除上红色的50.2兆 得到了黄色这一条 所以呢 就是91.7% 100块的国内这么多的 100 国内总共有100块的钱 有91块 将近92块都在操作 股票 讲 好听叫投资股票 讲南京叫做操作股票 所以有点过热了吧 是过热没有错 你看前一次在90以上是 2007年的金融海啸 之前 然后就这样了耶 对没有错 那现在是又来到这个 那会这样吗 还没有弯头啦 还可以再等待一下 所以目前是怎么样呢 的确台股目前有 集中度过高的一个情况 因为过多的资金 在追逐股市 这是一个重点 那另外就个股来看的话 也是一样哦 三分之一的市值 来自于台积电 这也是一个 很集中的一个情况 94万股东人数都在买他的零股 对所以目前来讲的话 台股的总市值来到91%以上 其实是跟过去的高峰 蛮接近的 好那因为五大股市泡沫 三个不用担心 两个要很担心 那台股到底是怎么办 我认为短期会震荡啦 但长期一年来看 今年来看的话 我认为还不用担心 大盘区可以来一下咯 因为三个不担心 两个担心 快要一半了 叉叉 所以台股 我认为一样 短期还是这样整理 那接续可能到了4月5月份 再去做一个往上走势 所以你也认同 不会跌到这么惨 15500的 我认为是这样子 不会下来 但是它可能会接近 这个地方盘整之后接近 可能时间点抓到4月份5月份 哇 你会发现 旺季要来了耶 那股市是不是要上去了 所以现在人在等狗回来 对 没有错 好 感谢观众 非常谢谢您了 崇宏大哥说季线就是人啦 基本面就是在这儿 它叫生命线啦 所以呢 因为季线是往上爬的 季线往上爬 股市如果在做修正 修正不用多不用多 为什么不用多 因为它一直往上爬 到这边不就贴近了吗 狗就回到了妈妈的身边啦 回家吃饭去 吃饱了就继续这样子 所以为什么专家都说 不会回太多 理由是在这儿咯 开始整理灌州的 五大股市泡沫指标 第一个美国十年结构 在殖利率 美股造成不无误啊 你怕什么 不用担心 巴菲特指标 现在台股总市值 除以GDP呢 现在也是在往上 扣掉台积电 没有超过200% 才170%几哦 这也不用担心 席了本一笔呢 这要担心了 美国股市创新高 就没有想到企业的业绩 没有跟上哦 这是唯一一个叉叉 没有 这是唯二的其中一个叉叉 恐慌指数呢 美股市高 它有恐慌吗 没有 大家不恐慌 到底在怕什么呢 圈圈不担心 最后一个 这个 是我觉得最最重要的 把台股的市值 除以我们的M2 境内就这么多钱了 多少的钱 去追逐股市呢 股市风险是比较大到 比较投机的哦 比重这么高哦 之前这么高之后 是这样哦 但观众说 还没弯头 所以是要小心的 五个泡沫指标 三个圈圈 两个叉叉 担心超过了 还不到一半了 但是呢 要不要担心 是要的 但是不用过度担心 刚刚说了 因为等季线往上扣底 台股呢 修正一下 还会再上的哦 以上重点 观众对吗 没有错 感谢您了 我跟你讲哦 每次听到 专家带来好精彩丰富的内容 我比你们更开心 因为我也学到好多 所以呢 您开心 我开心 一起成长咯 接下来进广告 回到下午之后 这是企业的成长 不说不知道啊 美国现在大级在推 低轨卫星 因为全世界都在走 5G的产业 所以低轨卫星很夯哦 还有任天党的Switch 卖得好得不得了 告诉你 社会最大的是我们台湾 台湾产商 相关供应链多哦 让赵新告诉你